然后基于这两门课的基础 我们就要涉及到中医最核心的一个理论 叫藏相学 藏相 藏相学其实是中医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合体 这个藏是内在的东西 像是你心里面对他的一种感应 不见得你解剖是看的是单理的像 我们这个是无形的像 这是一门重课 这个藏相学是你将来给人做诊断看病的一个基本的模板 我不止一次讲过 叫心能备而行之乎 心能备而行之乎 那心里面备什么呀 就是你心里要有一个人的形体结构的那个有形有质的像 你一摸好像这根筋搭错了 这个骨头错缝了 这个你心里有个正确的像你一摸到错误的你就能感应出来 那么藏相学呢你心里有一个健康人的六脏六腑的功能状态的那个像 那你碰到不健康的人你马上就能意识到你哪出问题 所以藏相学呢是基础里面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了人生观讲了大道理 讲了字词讲了这个天文立法最后都要落实到人 这个人的藏相呢是跟天道地理都有呼应变化的 所以养生班第一学期呢要完成这三门课 但是一学期肯定学不完 佩胎学可能在一个学期要讲完 形体结构呢和藏相可能需要一学年甚至一学年多 那有人同学问了你五天嘛怎么就安排三门课 其中藏相和形体结构学一周是两次课 所以我们是精简了学习的数量 但是呢加深了延长了每门课的质量 就把这个打好基础